现在我一直在地告诫女儿 就是说不要被颜值所左右 点心的绣花等都重看不重用 五号也没戏了 家庭吧 五号没戏了 所以你们看啊 高啊 帅啊 并没有什么 在这里没有太多的优势啊 但是现在的老公 就把我宠成了小女人 在这之前吧 我一直说开理发 开饭店 我就是女强人的性格 什么都我干 因为那时候觉得 家庭的重担都在我身上 两个女儿 我一直觉得 要让她们生活得好一点 但是跟我现在老公 老公就说 你前半辈受了太多的苦 后半辈给我 你就是享福林 你要天上的月亮 只要我能够得着 我也给你宅下来 但是伤半不行啊 咱们不再去干 伺候人的工作了 你只要是买购物 麻将 爱旅游 什么都行 其实妈妈还秀恩爱的 我发现了 妈妈说这番话是有原因的 说给你们听的 你们能不能 如果真的和一凡走在一起 谁能把我女儿宠成 像我老公对我这样 哎呦哎呦哎呦 你爱脑吗 对不对 哎 就这俩举手 你们都不敢呀 怎么回事 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 就是阿姨可能 比如说会劝姑娘 找一个踏实靠谱 然后就是长得没那么帅 但是一般姑娘 都不听妈妈的话 我呢 就是光 那个